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是我在香港买了些什么的part 2 我去香港的时间是11月20号左右 然后那时候收狗在做中年庆就有很多很多的gift set 那样的东西 就我去之前我朋友就跟我说收狗已经开始有中年庆了 你让我帮你买什么他就给我website 就是网站我就看有什么想要 所以其实有一套是我去之前他就帮我买好的 是这个我一直很长草的这个Sophina的这个土台美容液 是我在女人我在我最大 sorry 女人我最大看到有人介绍她的这一个美容液 其实她的步骤就是是在有点像基底液的那种概念 就是擦了她之后再是化妆水然后再上别的 然后她很神奇的是她挤出来的是泡沫状的 然后我就蛮长草的 我就觉得说看到她有就是一套这样子gift set 我就快点叫我朋友帮我拿下 具体价格其实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anyway在那个gift set里面就是package里面 还有这个化妆水 化妆水还蛮大瓶的 还有一个晚上擦的这个 高保湿乳液 然后另外一个是 那个应该是晚上擦 这个是早上擦 因为她有SPF50 这个就比较小支一点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样的小套装 然后这个是乳液 这个应该是就刚刚的化妆水 然后这是洗脸 还有个洗脸的网 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set了 然后后来我真正去到香港 就跟我朋友去逛嘛 然后就 又看到有别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知道Sofina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妆前很好用 然后我那支其实也 用的差不多了 我就想存货嘛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它也是一个set的 所以它是有这一支的这个base 就是妆前 然后它会有还有foundation 这个foundation我买的是一点 偏白一点的吧 相对来说我喜欢偏白一点的 还有这个也是一个base吧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散粉这样子 散粉 它还附送了一个就是 给大家看它分开妆还蛮可爱的 就是一个粉铺这样子 所以这是另外一套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可能五百多 五百多港币吧 然后我就朋友也想买东西 我们就在那看了好久 然后他也买了一套土屋 那个美容液的套装 后来我们还试了它的精华 它的精华也很好用 所以我们两个又买了精华 然后这个精华是两支大支的精华 这是这个Sophina的 Leaf Professional的这一个美容液 然后它好像送了我们三支 还是什么的这个小支妆的 就是它的精华 所以其实算下来还蛮划算的 这个就是十克了 我们一人有三支 然后一人有这么大支的 这个应该是 40g 就等于说它等于 几乎送了我们两瓶 也不是送了两瓶 就差不多一人送了30g的 这个extra的美容液 所以就很划算 然后我用了它这个小支 另外那两支 还蛮好用的 用完之后脸很嫩 然后也有小小的lifting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不错 然后在这个套装里面 还会给你一个小支的 这个是卸妆的 这个卸妆的可能 应该是刚刚 那个 那个底妆套装里的吧 其实我现在不太记得了 再跟哪个套装 然后呢 还有给了我们一人六张的 它这个Sophina的这个眼膜 因为它套装是两支大的 两支大的这个美容液好像 然后六支小支的 然后再加上十二对这个眼霜 所以我们两个就平分 嗯 这就是我买的Sophina的东西 然后呢 还买了另外一套是 嗯 这个 怎么读 这个大葡萄水的那个牌子 它也是一个set 这个我记得 好像两百多块港币吧 嗯 这个 里面有一支我很想用的 它这个 嗯 水吧 一个喷雾 喷雾的这个 美容液吗 sony like that 然后它还有 嗯 cleansing water 还有一个 一个detox mask 都是小小支的 还有这一个眼霜 还有这一个眼霜 一个soba就是应该是擦脸的 嗯 折离状的眼霜吧 反正我都是蛮想试试它加的 因为我大葡萄水我还蛮喜欢的 这一支我也蛮想试的 所以我看到它有这种小支的 我就入了这样子 试试好不好用 嗯 然后它还送这么一个袋子 这样子 嗯 接下来呢 就是我在 你知道 香港也是很多 乱七八糟店 我就在别的那种 沙沙 或者是 或者是 错越啊 什么那种店 买的东西 那这 剩下的东西 我就下一节 再跟大家说吧 拜拜